當資金一流向那裏 其實就撤著了 很多時候大家就會跟隨 所以都是奉勸所有人 把握機會上半面入市 如果我們太多一些要求 訴求擺出來的時候 你一輩子都找不到 沒有JRM House 隨著疫情過去 內地和香港逐步通關 加上美國加息步伐有放緩跡象 匯德鋒地產副主席兼常務董事 黃光耀相信 今年香港經濟將會反彈 今年流市當然看得好 今年2月6日開始 全面通關 你都見到 其實內地也好 海外也多了人來 以及也多了人做生意 政府亦都把握機會 做很多海外宣傳 希望招商引資 亦都加快推動一些訪港的旅行 這個一定對我們經濟的複術有很大幫助 變成經濟 我相信今年很明顯會有一個反彈 另外一個大家困擾的流市就是離息 去年無可避免 美國的加息很急速 加了差不多七次息 初初我們的優惠利率都調整了三次 但是很明顯你見到 我們沒有跟隨美國的 去回一兩個月 很明顯你見到我們的拆息 都由最高位5厘 跌回去兩厘三兩厘四 亦都慢慢見到資金回流 因為今年為何資金都慢慢回來 第一就是預期美國的加息都到頂 另外香港另一個很大的動力 就是我們是一個金融中心 今年有很多準備 聽聞都有過百隻新股上市 新股上市其實吸引很多資金 這亦是令到我們的拆息沒有那麼波動 最重要的一件事 去年其實我身邊也好 包括我自己也好 很多朋友都跟我說 Ricky 資金不如都是做定期 什麼都不要做 你記得回望去年的9月 股票就15000點 錢放在銀行收息 什麼都不做 繞在手不利 我身邊的朋友很多都是這樣做 這個做了之後是怎樣呢 去到現在 我包括我都問銀行經理 我的定存好像今個月到期 我問他如果再續 利息是怎樣 他經理跟我說 三厘半左右 不過有機會再跌到三厘 這個給你一個看法是怎樣 即是你今天的資金 如果什麼都不做 三厘半 那開始的資金就會想出路 其實你看市場就知道了 你看過往的股市 其實升了這麼多 即是說這類資金 其實慢慢都會去到股市 還有現在亦都這樣說 通過關之後 多了一些內地的買家 你會很明顯看到 一些西九項目 是受惠這個通關 一些內地客 因為過往真是疫情 他們不可以來 或者影響到他們的決定 但是當這件事通關之後 其實他們的資金 都是想擺放多一些在香港 大家都知道 一個商業市場 資金的投放是怎樣 什麼都不做 當然是最穩定 波動時間 但是現在慢慢見到 息口回落 資金都要尋找出路 以及上市 亦都吸引到很多資金 所以我自己看的利息 今年的水平 我相信都去到一些 比較平穩的水平 當資金一流向那裏 其實就撤著了 很多時候大家就會跟隨 所以都是奉勸所有人 把握機會上半年入市 我們都是一個病過之後 初遇 所以不要那麼貪心 所以上半年 我相信都是一個所謂 條理 慢慢回復正常 整固的時間 不會突然爆升 不過你會很明顯見到 一個轉角的情況出現 半年後 你就會很明顯 除了樓市展望 王光耀更送給 上市業的年輕人 一個故事 1984年和1986年的時候 本來直直無名的 日本跑手山田本一 先後在東京國際馬拉松邀請賽 和意大利國際馬拉松邀請賽 分別奪得冠軍和世界冠軍 記者問他如何獲得好成績 他回答 是憑智慧戰勝對手 長跑42公里 每一次他都會實體 去到賽道 走一圈跑一圈 然後他看完之後 他會在不同的地方 做一些check point 譬如說在油站 71 學校 社區中心 他排了不同的check point 我當作42公里有10個check point 第一個check point 假設在學校 他利用一個快速度去到學校 很快的推動 去到學校之後 其實他 achieve了一個target 這個target 推動他去下一個check point 七十一 社區中心 右閘 用這個模式 其實推動他很快的去到終點 這個故事是甚麼呢 為甚麼我引用在學生裏面 很多時候我見到很多時候 一些年青人都說 黃先生 今天年青人置業 很困難 我說為甚麼 我想買樓 我想買一個全家人都可以住的單位 一個很方便 很理想的地區 他在說甚麼呢 其實他在說一個很高欣欣的價錢 亦都等於一般人 一說跑馬拉松 我都不跑開 42公里這麼長 怎麼跑啊 這個很多時候的心態就是 你一聽見這個目標 你就會覺得很難去 achieve 但你看看山田本一 其實他將那個目標 定了很多mini target 變成你不會達到一個目標 其實你是有個 achievement 有個 motivation 你再走第二步 正正回到年青人 我都說了 會不會考慮 不要一開始就想一個 一千萬 不要想五百萬六百萬 像我這樣買過 參與過 體驗過 買一個小的舖位 車位都可以 如果這些都不買 買地產股都可以 都是一個套座 即是說 先買一點點 不要定那麼高的目標 或者先買一些舊樓 先入市 先參與過 了解了那個模式運作 跑過才知道 做過才知道 不跑過 很多時候用了這個藉口 既然我都沒有這樣的能力 買 不如我今天就去消費 如果你有一點點 在某些東西 其實你就會散卻了一些消費 養成了一個儲蓄的習慣 到最後 其實你都是有些東西拿在手 到你翌日 你一樣可以利用你的資產 去做一些 入後的享受 只是把享受 你是擺在前還是擺在後 每樣東西 我相信 一定做過才知道 不做過不知道 還有都有些少 我覺得都要付出 很多時候換樓都基於 一些家庭的改變 有小朋友 或者你工作的環境改變 很多時候都是看回你自己的 個人需要 還有很多時候 我覺得 很多人一般都犯下一個錯誤 通常 選擇的東西都是自己很熟悉的 很熟悉的地區 有它的好處 亦都有不好處 因為如果你單一 只是看一個熟悉地區 其實你選擇少了 如果你肯去一些不熟悉的地方 很多選擇 為何舉這個例子 即是等於我住在市區 我只是選擇這區 我不看其他東西 其實你就不會考慮將軍路 不會考慮豚梅 元朗 但你今天看回 其實那裡有很多供應 有很多選擇 而且通常新發展區價錢便宜 即是說 你如果肯 開闊你的視野的時候 其實你選擇多 有機會把握到一些所謂低位或低水 所以有時就不要局限了自己 一些認識的地區 應該18居看完 認識一下 看看它未來的潛力 是不是爆升股 另外一個 又是 很多時候我見到很多人犯的錯誤 一開始想 那個物業 就是永遠自己長遠去住 其實我都說了 我們平均香港人 都是三到五年就換樓 為何換樓 都有剛才說的原因 所以不要想那麼長遠 想這幾年 你自己的需要 這樣就會容易一些 如果我們太多一些要求 訴求擺出來的時候 你一輩子都找不到 沒有June House 你只是享受了一個看樓的過程 但你做不到一個實際的行動 你就錯失了很多機會 眾人群 teams 在三、二、三、四、三、四、五、五、一還 感谢观看